女侠是来无垠去无踪 说出现就出现 简直有点像瞬间移动一样 但大姐呢 虽说飘起来速度很快 但她又不知道宜宁市在哪 所以呢没办法 也就只能搭火车过来了 我就站在宜宁市火车站的大门口 一直等到了九点钟左右 大姐才出现了在我的面前 阴森森的说了一句 火车晚点了 火车晚点了 这句话呀 如果是人说出来 还没什么问题 但鬼说出来 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说的 大姐 我碰到些麻烦 一定要你过来才能解决 怎么回事 大姐问道 到那边阴暗的角落说吧 走到阴暗的角落 我将最近几天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然后说道 杀掉那些吊死鬼不难 但你也知道 我一向做事的风格 大部分吊死鬼啊 似乎都被迷惑了 我不能滥杀无辜 何况还有学生围观 我不能暴露自己的倒数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让你出手才是最佳的选择 大姐点了点头 然后阴森的问道 你把徐小林怎么了 他每天都偷偷的哭 我苦笑了一下 大姐 我们的事啊 你就别问了 争取今晚就能搞定那些吊死鬼 因为我已经买了明晚返回麒麟市的火车票 嗯 大姐阴森的答应了一声 徐小林是好姑娘 你要好自为之 我当然知道小林姐是好姑娘 这种明明爱她 却狠心离开她的滋味 并不好受 来到学校大门口 我低声问道 大姐啊 就是里面那棵树 我怀疑那些鬼啊 都被控制了 大姐阴森的说道 道号高深的鬼 可以迷惑道号低微的鬼 按照你说的 那些鬼应该全都是被迷惑了 我进去看看 我看了看天色说道 呃 大姐啊 等会儿我跟你一块进去吧 由于今天呀 掀起了一股武术热潮 所以即便现在已经九点多 操场上还有不少人在练习武术 我不太方便进去行动 大姐阴森的说道 没事 说完了 她便飘了进去 我赶忙看了看左右 找了棵大树 躲在树后 快速呢 用音符给自己开了个眼 否则我只能看到大姐 无法看到其他的鬼怪 开眼之后 我站在大门口 看着学校里的情况 只见大姐飘到了那棵树下 仿佛呢 正在跟大棵树的吊死鬼 交谈着什么 谈了约有一分钟左右啊 满树的吊死鬼 忽然一拥而上 将大姐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吊死鬼的数量太多了 即便大姐道上还不错 也双弦难滴四手啊 所以我刚刚才建议 晚些一起行动呢 一边想着 我一边快速的向校园里跑去 同时将双手插进了裤兜 暗暗的掐下了一张洋服 准备随时动手 由于今天啊 出来的匆忙 所以身上只带了几张符咒 至于成影剑什么的 都放在大姑家了 但我更跑了一半的距离 忽然瞪大了眼睛 停住了脚步 因为那些吊死鬼啊 竟然全部都倒飞了出去 仿佛被炸弹崩飞的一样 与此同时啊 一道阴气冲击波 快速的向四周扩散 被波及到的学生们 都不自觉的打了个冷战 特别是我旁边不远处的 一对胖子情侣 男生哆了哆嗦了一下 满身的肥肉乱颤 大吓天了 这波忽然冷了一下 真是见鬼了 女生揉了揉肚子的坠肉 做出了一副惊恐状 搂着男生的胳膊 鬼 风哥 人家最怕鬼了 男生拍了拍胸口 百智你放心 有风哥在 谁也伤害不了你 我看啊 今晚不如我们就去 滚西宾馆 风哥好好保护一下你啊 风哥 你讨厌了 哎 二人逐渐走远 我仍然处于惊讶中啊 大街也太厉害了吧 那可是一百多个吊死鬼啊 直接就给风飞了 当我跑过去的时候 大姐已经抓到了罪魁祸首 就是她迷惑别人上吊了 三个月不见 有进步的 不只是我呀 看来女侠临走前真的教了大姐很多东西 道汉竟然可以在三个月提升这么多 怪不得刚才那信心满满了 就在刚才 大姐打伤了罪魁祸首 导致罪魁祸首无法继续迷惑那些吊死鬼 吊死鬼 跑了一大半 整只剩下小部分呢 还漂浮在附近 他们的目光不再是呆滞 果然 法术被解除了 只是啊 我担心那些跑掉的吊死鬼 会不会害人 哎呀 这个真是麻烦 罪魁祸首是个女鬼 原来啊 她也是这学校的一名学生 她叫 富翠斯 十年前 她是这里的一名学生 由于来自乡下 被很多人瞧不起 甚至明目张胆的欺负她 但她都默默的忍受 可那些人呢 不但不疏敛 反而更加过分 某天夜里 她下了晚自习 回寝室的路上 被人用棒子打晕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十几个禽兽 轮奸了 而且那些人还仗着家里的势力 威胁她不准报警 否则就让她的家人常常厉害 她跑回这棵树下 哭了很久很久 可不但没有人来安慰她 反而被几个同班的女生 过来冷嘲热讽 她承受不住重重的压力 终于掉死在了这棵树上 死后 她发现世上竟然真的有鬼神存在 而且由于死前带着怨恨 她直接就变成了索命鬼 拥有一定的道行 然后她迷惑那些欺负过她的男男女女 让他们全都到这里上吊 后来呢 这棵树的传闻就流传了出去 总有些学生来到这棵树下品头论足 对于这类人呢 她也直接迷惑 然后来这里吊死 再后来 她直接立了个规矩 只要走到树荫下的人 就直接迷惑并且吊死 校方几次想找人罚掉这棵树 但伐木工还没走到大树的附近 就被她弄晕了 想用榨脸围住这棵树 却发现第二天榨脸全都不翼而飞 久而久之啊 连校方都不敢管了 只是警告新学生 不要靠近那棵树 害死了一百多个人 应不应该打散富翠斯的魂魄呢 不过她临死的时候 的确受到了莫大的冤屈啊 否则也不会变成恶鬼 我呢 有些犹豫不决 大姐阴森的说道 让她去投胎吧 但她杀人杀的太多了 我不确定她能不能去幽冥 一般情况下呀 鬼物死亡三天后会自动吸入幽冥 但冤鬼除外 而如果想让冤鬼再次回到幽冥的话 就要找一些刚死亡的正常的鬼 让正常的鬼魂和冤鬼双掌相对 掌尖呢 放上两张符咒 当正常的鬼被吸入幽冥的时候 冤鬼也可以被顺便带进去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也有某些鬼无法使用这一招 比如慕容带雨 这一招对她就无效 否则她早就去投胎了 也不知她现在有没有正常投胎 富翠斯呀 也很想去投胎 她说她累了 至于那些跑掉的腹 跑掉的鬼也不要紧 等她伤势恢复之后 还可以继续控制那些鬼的 让他们全都回来就行了 次日上午 我来到这次大学的校长办公室 门开着 一个穿着灰色西服的中年人 正坐在那里写着什么 我敲了敲门 他抬起头来看了我眼 说道 进 走进屋子 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同学啊 有什么事吗 我不是本校的学生 我坐下之后说道 那你 校长还记得富翠斯吗 校长当即 眉毛一皱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不用惊讶 我有办法解决下面的那棵树 而且不需要任何回报 不过呢 那棵树我要带走 啊 为什么要带走那棵树 因为啊 经过我的鉴定 这棵树啊 常年被阴气笼罩 木材呀 已经充满了阴气 我可以用这木材 再做一些小盒子 跟化妆盒的功效啊 是一样的 可以用来封印鬼怪 校长谨慎的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呢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解决了学校的一块心病 然后 在学生们惊讶的目光下 我拎着斧头 来到大树下 直接砍了起来 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本校校长 一直站在旁边围观 即便我体力充沛啊 也足足用了十多分钟 才将这棵大树砍断 然后 我只留下了一小段 足够做五六个木盒子 我指着大树和树桩说道 找些汽油和朱砂来 将这些东西烧掉就行了 这里啊 不再是禁地 这个能不能麻烦你来烧啊 说实话 我不太敢 校长啊 支支吾吾的说道 我刚要说话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对校长歉意的说道 我接个电话 接起电话 一个苍老而有力的声音 传了过来 喂 小龙吗 这声音有些耳熟 我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宋老 是我 你小子前几个月 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宋老啊 就是道教协会 那个脾气火爆的老头 哎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 宋老啊 好久不见 最近身体好吗 我本来呀 想嗑到两句的 谁知道 宋老脾气火爆的说道 好个屁 快被折腾死了 小龙啊 道教协会的年会快开始了 我想邀请你来参加 作为道术高手啊 我觉得你有必要过来一趟 宋老啊 我算打门子高手啊 再说最近啊 有点忙 我就不去了 谁知道 我这一谦虚 宋老啊 反而不乐意了 小龙啊 你这么说的话 你还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放啊 你凭着一人之力 就能搞定紫毛僵尸 这种实力 还说自己不算高手 恐怕世上就没有什么高手了 所以啊 道教协会的年会 你必须到场 因为几乎全国各地的道解中人 都会赶来 进行学术交流 我呢 还有些问题 想请教你呢 学术交流 我命不久矣 牛门呢 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老骗子很久以前呢 就建议我代师收徒 让建南做我的师弟 虽然我一直没有告诉建南 但也教了他很多道术方面的东西 这次回去啊 就正式收他做师弟吧 把该教的都交给他 然后带他去道教协会 混个脸书 等我死后呢 他遇到麻烦的话 还能去找宋老帮忙 想到这里 我笑了小说道 呃 那好吧 既然宋老啊 如此盛情邀请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年会在哪里召开 什么时候 时间呢 是三天后 地点是首都 你什么时候到的 告诉我一声 我安排人去接你 嗯 好 我尽快赶过去 宋老啊 这边现在有点忙 过几天啊 见面再聊 又聊了几句 我挂单电话 看向校长说道 你尽快找来汽油一桶 朱砂三斤 朱砂呀 在卖中药的地方就能买到 我没有太多时间耽搁在这里 你尽快找来我要的东西 下午三点 我会回来处理的 哎 可可 可是这棵树 这棵树还能吃了你不成了 我反问了一句 晚上 大姑呀 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他忙完之后 说道 小龙啊 你走的太急了 再住几天吧 自从过年之后 我和大姑一家的关系 倒是亲近了不少 呃 扑了大姑 车票啊 都买完了 还没等我说完 大表姐就查话道 车票可以退掉吧 不要了也行 我给你报销 我还没带你去过英宁市 好玩的地方呢 再住几天吧 再说了 十六路擒打手 我还没学拳呢 我笑了小说道 家里有点事 挺急的 剩下的擒打手啊 下次再教你了 那我们学校啊 已经搞定了 放心吧 所有的吊丝鬼啊 都跟我回麒令市 慢慢安排 送他们去幽名投胎 吃过晚饭 大姑送我去火车站 车后面啊 跟着一群浩浩荡荡的吊丝鬼 火车开了一夜 等到了麒令市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 我让大姐带吊丝鬼 直接去福音店找建南 让建南帮这些吊丝鬼投胎 也算是对建南的一向磨练了 大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吊丝鬼走了 我也打了个车 直接回家 由于想给老妈一个惊喜 所以呢 我并没有提前打电话 告诉她今天回来 当我拎着大包小包回家的时候 一开门 却发现徐晓玲坐在沙发上 这不由的让我愣了一下 见我站在门口 她接过我手上的东西 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默然的说道 你也在啊 老妈听到开门声 也从厨房走了出来 你个熊崽子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午饭都没带出你那份 妈 我在车上吃过 不饿 你们吃吧 我回房间 说着 我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看着小灵姐 红肿的眼睛 我很心疼 但又必须 故意对她冷淡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 徐晓玲敲了敲 我的房间的门 进 我一边整理东西 一边说道 她站在门口 笑了一下 小龙 这两天玩得开心吗 我给你发了几条信息 你都没有回复呢 我故作冷淡的说道 我们已经分手了 还是距离远些的好 免得让你新男朋友 引起什么误会 她不可能找新男朋友 我这么说呀 完全是想把她气走 果然小灵姐眼上 又扑上了一层水雾 用陌生的目光看着我 看了十几秒后 她转身走到家门口 离开了我的家 我深呼吸了口气 站在窗口 看着小灵姐 眼面哭泣的背影 我也很难过 我也不想一次 又一次的伤害她 她走到拐角 我叹了口气 正要收回目光时 忽然看到一辆 白色的宝马X5 从路口开了进来 将小灵姐刮倒在地 我眉毛一皱 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从窗口跳了出去 三楼 大约七米左右的高度 落在地上 我膝盖微弯 卸掉重力 然后不顾路人惊讶 用出全速 向小灵姐的方向跑去 黑色轿车门打开 一男一女走了下来 全都约有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那男子戴着个墨镜 指着坐在地上的小灵姐 骂道 你他妈走路不长眼睛啊 女人也在一旁附和道 根本就是你自己贴上来的 还坐在地上干什么 想讹人呢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由于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 我听得怒火中烧啊 跑到男人身前 凌空跃起 一个侧踢 狠狠踢在了他的脸上 男生 男人哪能承受住我的重击 直接晕倒在地 我跑到徐晓菱身边 蹲下身来 焦急而又关切的问道 晓菱姐 伤到哪了 我带你去医院 谁知晓菱姐 就紧紧的抱住了我 她抱得很紧 仿佛很怕 我会离她而去 她把脑袋 埋进我的胸口 哭了起来 一边哭 一边哽咽的说道 我就知道 你还爱我 可你为什么 要那样说 被识破了 看到她受到伤害 我根本就抑制不住 跑出来保护她 而那女人 见到自己的男人 被一脚踹晕了 惊呼道 你 你怎么能打人呢 我没打她 是她自己贴上来的 我冷哼了一声 将这句话 原封不动的送给了她 而小龙姐呢 哭着哭着 竟然晕了过去 我生怕会出什么问题 赶忙用公主抱 将她抱起 向小区外面跑去 而让女人去喊道 你打了人就像炮啊 我冰冷的回来一句 放心 我会主动找你们的 车牌号我记下了 如果小龙姐有事 哼 我冷哼了一声 我快步跑出了小区 拦了个计程车 直奔医院 在医院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经过了各项检查 医生说小龙姐 只是身上有些擦伤 没有其他的问题 至于晕过去 是心力焦瘸导致的 医生说 其实人的情绪很重要 如果情绪不佳 就会引出很多种病 高级病房 小龙姐仍然在昏迷 医生给她打了吊瓶 说很快就会醒来的 我轻轻将她的头发伸到一旁 暗叹了口气 站起身 走到窗口 拿出手机 给建南打了个电话 喂 大哥 我给人休闲呢 你有事赶紧说 我现在没心情跟她开玩笑 声音低沉的问道 大姐回去了吧 回来了 还带着一百多个客人呢 你玩完之后 去买两张火车票 明天去首都的 然后今天晚上 不要去找女朋友了 我有些重要的事跟你说 嗯 我知道了 那大哥 要是没啥事了 我就先休息了 建南问道 我无语的挂断电话 转过身 发现小龙姐已经醒过来了 我赶忙走到床边 小龙姐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有 哪里 我关切的问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 心里 我也沉默了下来 彼此对视了一分钟左右 她在柔声说道 小龙 我知道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为了保护我 才提出和我分手 其实你不用这样的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一起解决 解决 怎么解决 连焕宇阁首领 令尊和张雨轩 都说我命不久矣 这世上 还有谁能救我 都是因为我当初不听劝告 才造成了这种恶果 怪不得别人 我笑了一下 没什么事啊 既然你不想说 我也不会再问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会告诉我的 小龙 以后别再和我说分手的话了 好吗 真的让人好难受 说着 她想坐起来 摸摸我的脸 我赶忙按住她 别乱动 你打掉瓶呢 她握住我的手 目光柔和的说道 有你在身边 真好 说实话呀 我现在很想把手戳出来 但是医生说过 小龙姐这是心理交瘁 我实在不忍心在折磨她了 可是现在不狠心和她分开 才是真的害了她 人生果然是一个纠结 接着一个纠结 我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很多 其实心理交瘁的 何止小龙姐一个人 我为了隐瞒真相 要欺骗所有人 包括自己的父母 以及那重重的压力 加入幻语阁 本来就是为了小龙姐 可是加入之后 却发现幻语阁 跟我想象中的丝毫不同 外门弟子相当于 被软禁在了幻语阁之中 每半年一次比赛 前三名可以获得外出 一个月的名额 一个月后 我必须回去 因为幻语阁人才济济 就算我不回去 也一定会被抓回去 我不想接下来的两年 在逃亡中度过 我看了看时间 小龙姐 四点多了 你饿吗 我去给你买点晚餐吧 不 我想和你多坐一会儿 你走了三个多月 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吗 嗯 你明天还要去北京吗 嗯 到学会啊 有个年会 他们希望我能去参加 小龙姐啊 我最近一直都很忙 这阵子呢 我还要离开 可能半年 可能是一年 甚至可能是一年半 所以 你还是忘了我吧 没等我说完 小龙姐就按住了我的嘴 说道 不许再说这种话 就算你一走十年 我也等你回来 她不光 坚定的说道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问道 值得吗 她认真的点了点头 小龙 我只是擦伤 不想在医院住院 送我回家好吗 办好了出院手续 我们走出医院 打了个车 直接回到 徐晓玲的住处 将她送到楼上 我准备离开 但她 却拉住了我的手 小龙 吃着饭再走吧 你有伤在身 算了吧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她坚定的摇了摇头 我给你做 我拗不过她 便留下吃了个饭 小龙姐 亲手做的 这种感觉呀 很温馨 多想永远 这样下去 我现在进退两难 不忍心伤害她 她太了解我了 知道我有事瞒着她 故意疏远她 实际上呢 却依然爱她 离开小龙姐住处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我回到复印店 发现建南正在休息 我问她 票买了吗 明天上午九点的车票 后天下午四点到首都 大哥 你要和小龙姐回家呀 怎么不坐飞机呢 我纠正一道 我纠正的 是你呢 和我一起去 我 嗯 道教协会的年会呀 快开始了 宋老你还记得吧 他邀请我们去参见年会 另外呢 还有一件事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 我确信你的人品没有问题 所以呢 决定代师收徒 将你收为师弟 你愿意吗 也师兄在上 请受师弟一拜 简单呀 反应很快 直接单膝跪地 抱拳行李 然后将双手伸到我的面前 我疑惑地问道 你这是干嘛呀 简单讲解道 红包啊 电影里拜师 不都是给红包吗 大哥 你就随便 意思意思吧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从裤兔里掏出了五毛钱 放在他手上 简单呀 接过钱 对着灯 仔细看了看 确定是针钱之后 放进了兜里 小声嘀咕哒 卧槽 真牛逼 又又转五毛 别闹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牛门的传人了 你要以维护 阴阳两界的和平为己任 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害人 听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 简单喊道 我点点头 从现在开始 你的身份就变了 你是我师弟 是牛门传人 好了 你继续休息吧 我上楼找大姐 有点事 跟大姐说 到楼上 我拜托大姐 去保护徐晓菱 但是要暗中保护 不要让她知道 次日 我和简单 踏上了开往首都的火车 至于吊死鬼门 当然留在了福音店 我拜托夫妻鬼 看着他们 符咒已经留好了 足够所有的吊死鬼投胎 在火车上 我被简单这逼 折磨了两天一夜 比如对面床上的人 吃玉米肠的时候 简单就跟我透霸横飞的说 大哥 你都不知道 我上次吃玉米肠 吃到一块枝架 我舔了半天 终于确定 那是一块脚枝架 所以说 这东西太不卫生了 傻逼才买呢 对面的人呢 差点就要过来揍简单了 不过被我好说歹说的 给拉开了 后来呀 简单饿了 锅道中间有推小车 卖泡面的 简单呢 买了一盒 由于这货呀 是一边发信息 一边吃泡面 结果一下啊 把泡面盒碰倒了 一盒泡面的热水啊 全都撒在了他的苦当上 疼他简单 当场就嗷了一声 当然 更觉得呀 还在后边 简单说 要不是因为那个秤景给的热水太烫了 他的小弟弟啊 根本就不会肿 所以呢 为了报复 当那个秤景再一次推着小车过来卖饮料的时候 简单拦住小车问道 有没有简单的日用品啊 毛巾 香皂之类的东西 秤景说 简单的日用品都有 你要毛巾吗 简单瞥了 简单瞥了 秤景一眼 说声 给我来包 卫生巾 快点 你不是说简单的日用品 都有吗 秤景上下打量了 简单两眼啊 心说这逼故意找事啊 不过秤景依然淡定的说 有 先交二十块钱 简单看了看小车 心说 明明没有卫生巾呢 难道秤景是个编细法的 能凭空 编出一包来 不信邪的简单呀 交给秤景二十块钱 秤景递给简单一包卫生纸 和一条毛巾 简单愣了 大哥 我要的是卫生巾 不是卫生纸 毛巾 秤景啊 淡淡的说了五个字 自己DIY 说完 他推着小车就走了 简单直接误语了 我不由心中感叹呀 高手都在民间呀 这秤景太牛逼了 竟然把简单给证误语了 好不容易呀 到了首都火车站 我长叙了口气 给宋老打了个电话 喂 宋老 我到首都火车站了 哎 怎么没早点给我打电话呀 呃 我 这两天精神有点恍惚 忘了 没事宋老 我在车站站一会儿 等一会儿就行了 宋老说道 行 那你等一会儿 我马上安排车 过去见你 站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 简单感叹道 啊 这就是首都的火车站了 哎 大哥 哎 快给我拍几张照片 啊 说着 简单把他价值298的iFAC4S 塞进了我手里 表示呢 让我给他拍几张照片 我忽乱的给他拍了一通 然后说道 别美了 这里面人太多了 咱们出去等吧 我和建南来到外边 没过多久啊 就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将我和建南 带到了一个四星级的酒店 开门下车呀 发现宋老就站在门口 我赶忙磕到他 宋老 怎么好意思 让你亲自在这里迎接呀 宋老笑了笑 开箱 建南说道 鱼 你也来了 由于建南被烫了小弟弟 走路姿势啊 有些不自然 他满面笑容的说道 是啊 你好宋老 宋老点点头 进去吧 道校协会啊 出资举办年会 我们在这里 包下了很多房间 现在呀 晚餐就快开始了 咱们进去吧 里面有很多道解众人呢 说着 宋老带我们来到了 二楼的餐厅 晚餐呢 是自住式的 餐厅里此时 已经站了很多人 三三两两的在一起交谈 非常融洽 宋老说道 你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我还要出去接人 晚些呢 再跟你们叙旧 我笑着说道 好的宋老 你去忙吧 建南呀 看见满桌子的吃的 就跟看见的亲爹似的 直接就扑了上去 这个吃两口 那个吃两口 而我呢 也拿起吃碟 跟建南不远处啊 拿着慢慢的吃 不时呢 有人跟我打招呼 哎 道友你好 我也抱拳回礼 道友你好 哎 道友年纪轻轻 是跟师傅一起过来的吗 对方问呢 我笑着说道 哎 不是 这次呢 只有我和我师弟过来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 还请道友 给我们讲讲这年会的事 我一边跟别人谈话 一边注视着不远处的建南 这家伙啊 太不安分了 我怕他给我惹事 所以呢 必须看紧点 建南此时 正在跟一个秃顶的中年人交谈 咦 道友 我看你最近好像流年不利啊 不如让我为你算上一挂如何 哦 哎 道友啊 你总在占博之处 略动一二 建南说的 道友提供一下 生辰八字吧 让我来为你算上一挂 秃顶中年人 抱上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建南呀 像模像样的 掐着算了起来 一边算 一边照着眉毛说道 哎呀 哎呀 道友 你的八字看 你客气啊 秃顶中年人震惊的说道 我老婆的确死了 竟然真的被你说出来了 建南呢 李索当然的说道 当然 我还算出 你一表人才 气宇轩昂 长得帅 人品 那是没话说 而且最近已经找了个 比你年轻 十二岁的未婚妻 建南断言道 闪了 图顶中年人 竖起大拇指 称赞道 哎 道友果然是深藏不落啊 啊 令在下佩服的五体头地 在下道号青阳 敢问道友 道号 建南昂首挺胸 一念神圣的说道 别人都叫我 妇女之友 好 图顶中年人称赞道 道友这道号听起来啊 就是大俗 但细细品味之下 却发现实在是大俗中 透着大雅 哎 道友的境界 果然是甚不可测呀 大雅你奶奶 妇女之友的外号 哪雅了 我心中按摩一句 赶忙招呼建南 师弟 师弟 你过来 建南 歉意的对图顶中年人说道 哎 道友啊 我师兄叫我 我们下次再聊 将建南 拉到身边 我低声门呢 哎 建南啊 你真会算命 那你给我算算 看我能活到什么时候 建南大 往嘴里塞了一块蛋糕 含糊不清的说道 我 我 我哪知道啊 哎 你算啊 刚才你不是给那人算的 好像挺准的吗 哦 你说 刚刚才那傻逼啊 我听见他打电话了 他说 小丽啊 我老婆刚死两年 现在结婚不好 再说了 你比我小 十二岁 比如 我听到这里啊 直接把一口牛奶全喷在了建南的脸上 建南淡定的抹掉脸上的牛奶 不过周围众人惊讶的目光 抱拳对我说道 多谢师兄赐来 我白白手说道 师弟不必多礼 快去洗了吧 我一边吃东西啊 一边跟别人见礼 倒也认识了不少道解中人 过了约有半个小时啊 一个年轻人拿着话筒走到台上 此人年约二十五六岁 身高一米八 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给人一种稳重感 他开口说道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年会 在这个崇尚科学的年代 还有这么多道家的传人 真是喜事一见 掌声响解 我也跟着拍了几下 那年轻人啊 继续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高玉 是道教协会的新任会长 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能力 坐这个位子 不论资历 还是威网方面 我都没有这个资格 是协会的几位长老 力排众议 才让我坐上来的 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父亲 是前任会长 而且因功殉职 青年语调机啊 父亲曾教导我们 不能做什么事 都要有始有终 既然呢 我坐了这个位子 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好好坐下去 希望大家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展示自己 也希望道家 能够永远的流传下去 啪啪啪 又是一片掌声响起 我一边鼓掌呢 一边暗暗的思考 上次在庆天市 群鬼云集 道教协会的会长被杀 那么这个年轻人呢 就是死去会长的儿子 看起来呢 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年轻人呢 继续说道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们刚刚接到密报 我国南部山区 某条村落 有僵尸出没 已经有不少人 遭到了毒手 有几位道友呢 前去击杀僵尸 没想到 那竟是一句千年印尸 只有一位道友 逃了出来 其余几人全都遭了毒手 话音刚落呀 下边众人便议论纷纷起来 贱男的也轻蔑的问道 大哥 千年印尸很牛逼吗 当然 我凝重的点点头 印尸身上不会长毛 跟电影里演的那种僵尸类似 他们身上带有剧毒 如果有人被抓到 或者咬到 用不了多久 就会剧毒攻心 按照牛门历代 想要记载的记录 被阴尸抓伤的人 也会变成僵尸 不过呢 我当时没有浅见过 不会吧大哥 这又不是拍电影 咬一下就变僵尸了 我不信 瞥了他一眼 我也不信 你让僵尸咬一口 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 听我这么说 剑男赶忙闭上了嘴巴 年轻人虚压双手 说道 大家静一静 想必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听说搞千年印尸 这种东西非常凶猛 而且全身剧毒 被抓伤的话 便会中毒 短短几个小时 就会剧毒攻心 而且中了这种毒的人 死后也会变成僵尸 会跳起来 像野兽一样伤人 有人喊道 千年印尸这种祸害 不应该存在市场了 这次我们大伙 齐聚一次 不如就趁这个机会 一块跟着他 旁边有人复合道 是啊 正好我也没看见过印尸 不如大家一会儿 去见识见识 好 经年说道 我们修道之人 理应为民除害 既然道友们如此热心 我们后天就出发 毕竟千年印尸不好对付 人越多呢 胜算就越大 当然危险系数也就越高 希望众位道友晚上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明天中午的时候 统计人士愿意协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就报个名 当然了 就算没人报名 我们道教协会也会派人去评定千年印尸的 晚饭过后啊 我跟宋老在楼下散步 我袖衣的袖子卷起来了 然后双手插着裤兜 一边走呢 一边随意的问道 宋老 你早就知道千年印尸的事行了吧 一向脾气火爆的宋老 甘笑两声没有回答 我继续说道 给我打电话参加年会 就是想让我出手 对吧 既然猜到了 那就别说出来 你看现在 你还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放啊 宋老说的 我笑了笑 宋老 没那么严重 我们呢 也算是忘年之交了吧 你有什么事直接开口 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其实关于印尸的事情啊 我并不想参与 道教协会人才济济 没有我呢 他们照样能搞定 至于我为什么答应宋老 是因为我要给建南铺路子 跟道教协会的人呢 打好关系 即便以后我死了 建南有麻烦 也可以向道教协会求助 宋老说道 小龙 千年因尸凶猛一场 绝非紫毛僵尸能可比你 说实话 我也是想减少伤亡 才叫你来的 当然了 主要是因为我相信你的实力 虽说你年纪轻轻啊 但道数修为 却不比我这个老头的差 这次有你在 我们应该能轻松不少啊 宋老 您太抬举我了 我只是个出出茅庐的 毛头小子而已 宋老笑了笑 小龙 你就别谦虚了 对了 你知不知道如何对付千年因尸啊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以前呢 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根据古迹记载 千年因尸有剧毒 全身阴气凝聚 不去水火 修行到千年以上的因尸啊 更是不具任何服务 想要杀掉因尸 我建议用高科技武器 一枚火箭炮过去 他再厉害也可以扎成扎着 可宋老呢 却严肃的说道 小龙 我们是道士 不是军队 所以呢 不能用火箭炮 原因有二 第一 我们搞不到火箭炮 就算搞到了 我们也无法携带 第二 我们是道士 对付音师必须用道术 否则道术啊 就会面临失传 和宋老聊了一会儿啊 我回到了房间 房间吗 我和建南住一个标间 进屋之后啊 发现建南正在玩电脑 他一边玩的扫雷 一边问道 大哥 明天咱们报不报名啊 当然 我要带你去见识一下 传说中的千年因尸 我问你 我离开这三个月 你有没有锻炼身体啊 有啊 我现在刻意连续做 两百个服务冲了 哎怎么样 厉害吧 建南臭显摆的展示一下 自己的肌肉 两百个 你好意思说 我随随便便 就能做一千个 吹 你就吹吧 还一千个呢 你做出一千个 我把电脑吃了 干脚都不带喝水的 建南呀 满脸自信 我什么都没说 直接双手撑地 做起了俯卧冲 平均一秒钟一个 做完了一千个 用了二十分钟左右 我也满身大汗 不过气息还算平稳 并没有大口喘息 这就是训练的成果 我的耐力啊 很强 建南早就看傻眼了 愣愣的回过头 摸了摸电脑 我站起身 擦了擦汗 指着电脑说道 我表演完了 接下就轮到你了 建南的表情 就像吃了苍蝇一样 大哥啊 我表演个天鹅舞行吗 你猜 我猜 我猜熊 赶紧的少废话 把电脑干嚼了 我追溯的 正当此时的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拿出手机一看 是小灵姐 我没在大力建南 推门走了出去 站在走廊 接起了电话 喂 小龙 我本不想打扰你的 但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安全到达首都 小灵姐啊 关切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心中意暖 安全抵达 我们住在某某宾馆 你呢 伤势怎么样 伤口 结嘎了吗 我没事 我还以为 你不会接我电话呢 我正要说话呀 一道鼻血忽然流了出来 同时觉得仿佛上不来气了 我必须用力的呼吸 才能让我觉得舒服 所以呢 我的呼吸逐渐急促起来 我赶忙对着电话说道 小英姐 我有点忙 等一下 再跟你说 他仿佛听到了我急促的呼吸声 急切地问道 小龙 小龙 你怎么了 但我呢 已经挂断了电话 返回屋中 一边冲洗的鼻血 一边张大口呼吸 这种情绪 这种情形 持续了五分钟左右 才逐渐消退 肺功能衰竭 等我真的无法呼吸时 就是我的死期 还好啊 发病的频率并不是很高 建南一直在旁边帮忙 见我不流鼻血了 他递过毛巡 严肃地问道 大哥 你生病了 没有 我这是刚才做复活生累的 我接过毛巾 擦了擦鼻子 然后返回屋中 从背包中拿出人参 咬了一小口 又吃了几个大枣 躺在床上 默不作声 鼻血呀 每天都会流 为了防止失血过多 我必须多补血 多吃补血的东西 所以呢 我现在除了符咒和乘影剑 还要随身携带 大枣 人参 以及恶骄 等补血食物 又过了一会儿 我给小龄姐打了个电话 小龄姐不好意思 我这边刚才有点事 所以呢 直接就挂了 他容声地问道 小龄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我笑了笑 没有 小龄姐 你怎么能咒我生病呢 好了 你早点休息吧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后天呀 要去某个山区一趟 处理点事 那边啊 可能没有信号 不过呢 不会耽搁太久 少则两三天 多则一周 我就会回去 小龄 如果身体不舒服 你就别去冒险了 我只想让你健健康康的 放心吧 你知道我的身手 不会遇到危险的 先这样吧 小龄姐 你好好休息 不要乱想 晚安 挂了电话 我靠着走廊的墙壁 深吸了一口气 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和小龄姐的关系 医生说呀 女人经常心情不好 就会增加 得癌症的几率 所以呢 最近一段时间 最好不要让小龄姐生气 可是我肺功能 逐渐衰竭 生命就快走到尽头 和他在一起 究竟还是要害了他 次日清晨 我和建南呢 三点钟就起床了 简单梳洗一番 便到楼下沉练去了 我教了建南 十六路擒拿手 由于他呀 长年锻炼 身体素质很不错 所以学习擒拿手的速度很快 而且别看这货平时傻乎乎的 其实啊 并不笨 教他东西的时候 他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不论是倒数还是擒拿手 他都学的非常快 只用了一个小时 他就学会了四十擒拿手 而且已经比较熟练了 为了配合他练习 我被他摔了好几百次 即便是身体素质强啊 也觉得有些疼痛 我对建南说到 今天到此为止吧 你自己练吧 中午 我和建南直接报名参加 清剿千年殷尸的行动 前来参加年会的呀 共有一百零六人 竟然有接近一半的人 报名前往 多达四十九人 其实每个人呢 都想参加 只不过大多数人 都是和师父师弟 一起来的 明知这次行动危险 所以呢 一般都是每个文派 只出一个人前往 所以呢 能有四十九个人参加 已经非常难得了 出发时间为明日凌晨两点 所以凌晨一点呢 就要集合 为什么这么早出发 因为道教协会呀 有私人客机 晚上航班比较少 航线呢 更容易安排 回到房间 我走到窗前 拉上了窗帘 建南抱着胸口 问道 大哥 大哥 你要干嘛呀 睡觉 我瞪了他一眼 说道 午睡 我记得你好像 没有这个习惯吧 我摇一头说道 不是午睡 而是好好地补一觉 因为到了山区以后啊 你想睡都不能睡了 为什么 建南问道 很简单呀 因为我猜那山村 已经没有活人了 我淡淡地说道 道教协会呀 没有说实话 他们早就知道 千年殷师的存在 至于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高玉 在阐述这件事的时候 目光有些闪烁 那是啥意思啊 我解释道 目光闪烁呀 是因为心中有鬼 我猜这件事 和道教协会 有很大关系 不过我关心的 不是这个 而是那村落中 已经没有了活人 我们即将面对的是 一村子的僵尸 你以为到了那 你还能睡好觉吗 另外我要提醒你啊 这次凶险程度很高 你最好给我小心点 被僵尸抓伤了 可就不好玩了 没事 道教协会 不是有抗毒血清吗 千年大咧咧的说道 我皱着眉毛 不要依赖那种东西 我不确定了 东西是否有效 所以最好 别被僵尸伤到 听到了吗 半夜两点 我们七十三人 踏上了飞机 其中四十九人 是全国各地的道士 还有二十四人 是道教协会的高手 其中包括新任会长 高玉和宋老 我一觉睡到了晚上八点啊 精神十分充沛 接下来的三天里 可以不用睡觉 由于这次十分凶险 所以必须提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必须让建南经历真正的凶险 才能快速成长起来 我能教导他的时间不多 所以呢 也只能这样 昨晚我已经分别给父母和小玲姐打了电话 告诉他们最近呢 会去一个手机没有信号的地方 不过用不了几天就会回来的 早晨五点 我们到达了云影市机场 道教协会安排了十多样商务舱啊 载着我们到一条人烟稀少的公路 周围啊 全都是山 车子停扣在路旁 我们每个人都带上了物资 因为接下来的山路啊 就要自己走了 山区是不通车的 车子呀 没法开进去 高宇说道 各位 日夜不停 山路大概要走三天左右 所以我们需要带上自己的水和食物 如果自认为体力不好的话 就不要进山了 食物 水 和控备包 车上都有 决定前往的 请自己去拿吧 能拿多少 拿多少 不过前提是 你们要计算好 自己能不能带着这些东西 日夜不停的走三天 由于我跟建南啊 经常带着签块锻炼 所以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每个人都满班的两个背包 里面放满了各种的水和压缩饼干 肉干 巧克力 车上啊 还准备了盗袍 桃不见 八卦镜 匕首等武器 我拿了两把匕首 绑在了腿上 建货这笔啊 则是穿了一件盗袍 背上了一把头目剑 又拿了一个八卦镜 我擦了擦冷汗 问道 你会用这东西 不会啊 建南一边自拍 一边打道 不会你还大 建南鄙视的说道 大哥 我们现在是道士 这道士嘛 就有个道士的样子 来来来 帮我拍几张照片 说着 建南把他价值298的F4S塞进了我的手里 队伍中啊 有六个老头子 禁不住这么折腾 所以啊 绝定不去了 不过宋老还是绝定一同前往 73人变成了67人 我们向深深进发了 整个队伍中啊 除了我和建南 每个人背着两个背包 就只有高玉 带了两个背包的东西 因为队伍中 还有个年轻的女人 这女人呢 是个专业的中医 善于质量和解读 据说呀 很厉害 高玉帮女人带了一份食物 所以啊 才背了两个背包 刚一进山区 手机啊 就没有了信号 突顶中年人 又和建南跑到一起捞坑了 他恭敬的对建南说道 哎 道友啊 自从你昨天给我算了一挂 哎 我一整晚上都没睡好 脑海中不断浮现 倒有英伟的身影 建南呢 抱拳说道 道友 你实在是太客气了 不是客气 而是道友 你的确高深莫测呀 竟然能算出 我一表人才 气宇圈啊 想必道友的导性 也很高吧 见到僵尸之后啊 希望能和道友连起手来 共同消灭这些妖孽呀 我们每天几乎 只能休息两个小时时间 然后呢 就要继续赶路 第二天 半夜休息的时候 有的人呢 将头枕 在背包上 不叫 有的人呢 靠在树上 甲妹 毕竟每天只能休息两个小时 大家都在努力的恢复体力 建南在旁边睡的 哈喇子的溜出来了 还不时的小时说着梦话 休休休休闲 一块 一块五 配配配要是两块 我也靠着大树啊 抱着肩膀 甲妹 由于人数太多 所以呢 我们很分散 而我和建南 又处于边缘的位置 再加上我的赤屎命 所以呢 我虽然在甲妹 可是耳朵却没有闲着 时刻保持最高的景替 就在这个时候 我忽然后面不远处 透过一阵稀稀疏疏的轻响 猛然睁开眼睛 回头向后看去 林中啊 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我轻轻拍了拍建南 将他拍醒 然后低声说道 保持警惕 我听到后面有些动静 你在这里等着 我过去看看 哦 建南呢 睡影朦胧的答应了一声 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毕竟啊 他没有我这种体质 包括这里 所有人的体质 都比不上我 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他们早就困得不得了了 一旦睡着呢 想要叫醒 可没那么容易 毕竟已经两天 没有好好睡觉了 我暗叹了口气 拔出左腿的匕首 站起身 向后面悄悄走去 这附近的树木啊 很茂密 遮挡住了月光 所以树林中 漆黑一片 我从裤兜 掏出了一把强光手电 一边晃动啊 一边行走 忽然发现一道白影闪过 我被吓得心脏 砰砰直跳了 仔细看过去才发现 啊 原来是一只兔子 我深呼吸了一下啊 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又发现一阵 稀稀疏疏的声响 并不是那兔子弄出来的 我收起手电 屏住呼吸 继续向前走去 走了大约二十米 发现一个人 蹲在地上 由于树林中啊 很暗 我只能勉强判定 那是个男人 他似乎啊 并未听到我的脚步声 仍然蹲在那里 一动不动 我紧了紧手中的匕首 地上问道 是谁蹲在那里 乱想 他没有回答 我皱了皱眉目 从地上啊 捡起一颗小车的耳 扔在了他的头上 他身影一颤 猛的回过头来 然后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 向我扑了过来 什么东西 我一边后退 一边打开着手电 凭借着手电的光亮 我看清了 此人满身先去 面目争吟 他满脸的伤痕 仿佛是被什么野兽撕咬的 左脸皮几乎整个被撕下来了 看起来异常血腥恐怖 但我还不能确定 他到底是人是鬼 所以呢 不能贸然出手 我一边后退啊 一边从口袋摸出音符 快速给自己开了个眼 再向对方身上看去 发现他肩膀上 没有活人该有的三掌养火 不用说了 肯定是个僵尸 我一脚踹在他的胸口 随着咔咔两声鼓碎声 他被踹倒在地 我趁机向前蹊进 一脚狠狠踩在了他脚踝的位置 他的脚踝骨也被我踩碎了 并不是我残忍 而是他已非活人 而且身上可能带着致命的病毒 如果不将他打得失去行动能力 遭殃的就会是我自己 这家伙发出野兽般的叫声 惊醒了休息中的众道友 他们也全都围了过来 而这个僵尸已经被我踩碎了双脚的脚踝 正在向我们这边爬来 仍然妄图攻击我们 兔顶中年拿出一张符咒 贴在了该师的额头 尸体瞬间就不动了 非常神奇 没想到这个兔顶中年居然还有这两下子 平时看起来挺二 原来是深藏不漏 我淡淡的说道 此人才失变不久 脸上的血迹都还没有干呢 接下来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估计山村里已经没有什么活人了 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村子的僵尸